荆州新车间启动运行 我也去了 照例我应该见过你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我对李司的印象很深 还跟你握过手 是吗 到底是年轻人 起码记性好的 李司长 我今天来找您 是有件事情想请您帮忙 听到东海项目批不下来的消息了 是的 我听说了 看在老水的面子上 要是两个月前你来找我 我还可以帮你一些忙 但是现在已经晚了 我是想请您帮忙引荐一下 计划司的陆司长 关于东海项目的具体情况 我想直接向他做个汇报 你找我就为这个事 李司长 您是荆州初来最高级别的领导 无论您怎么看我 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 我的失败 某种意义上 也代表着荆州的失败 东海项目被否定 跟你个人没有关系 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东海的方案是我做的 我希望能为这个方案 再尽一点力 你要见陆司长 可以让老马去约时间 老马约了 安排在元旦之后 我等不及 宋一辉啊 东海你只不过是一个副主任 相目被否掉的责任 落不到你的头上 你这么着急地出头 东海其他同志会怎么看你 李司您知道 我跟老徐还算熟 请他出面帮忙呢 大不了就是 我从哪儿来再回哪儿去 但是我不愿这么做 因为我不想让闽厂长为难 来 来 休息休息啊 来了个朋友 李司 下来打一场啊 今天行头不对 就不打了 听说您弄了一个专业的牌子 拉了多少吧 五六十吧 我不像你这么专业 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 其实五十就行了 您啊 速度和反应都不错 就是力量稍微差了点 陆司 他是我电话里跟你说的宋运辉 也是荆州来的 老水的得益门声 他说有事情找你汇报 你好 你好 陆司长 好 你们接上头了 我有事先走一步 那我就不送您了 谢谢李司 坐吧 陆司长 我想跟你谈谈 东海项目的几点优势 那个方案 我看看 在设备环节技术层面 做得不错 按照你的设计目标 投入产出比也不错 是 陆司长眼光独到 这两点 都是我在方案中 比较自信地设计优势 再加上东海靠近天然两岗 将来在原材料运输的成本上 和产品出口上 也会具备一定优势 跟谁比有优势 国内其他同类型的化工项目 烈士呢 考虑过吗 辩证法无处不在 有优势自然就有不足 东海是个新厂 前期三通一平地下打桩 投入资金量较大 加上码头等配套设施 设备成本回收 要算到五年以后 还有吗 东海要白手起家 管理和技术人员 都要从系统内戒掉 存在一定的磨合成本 但是新厂有新厂的优势啊 包袱小存量少 前进的动力会比较强 还有一点 你们的设计产能 只有三十万吨 槟城接近你们的一倍 但是槟城的运营成本 比我们高啊 加上资深老企业 养老 社保等方面的压力 东海的产出比率 不为槟城低 咱们长话短说吧 国家限制投资 部里的资金 只能确保一个项目 槟城的产量大 就这一点 就可以抵消你们所有的优势 未来国家 对于乙烯的需求量 是在持续增长 站在全局的考虑 我必须要确保 供给侧产能充足 陆司长 如果只是想要提升产量 我可以在三天之内 重新拿出一个方案 在固定投资额不变的前提下 让东海的产能提上来 能达到槟城的产量吗 不能 但是差距不会这么大 那就不提了这事 产量 是我现在最需要考虑的因素 陆司长 东海的设计方案 其核心价值就在于 预留了改造升级的空间 可以在未来改造中 仅以很小的成本 将产品类型转化 生产出国际领先的 QDI系列产品 也可以在裂解阶段 加装催化装置 减少对高品质原材料的依赖 我想这两个优势 无论如何 槟城都是无法比拟的 对啊 我在这个系统里干了十几年了 就没有听说过 随意调整设备 就可以使产品升级的 你怎么不给我讲讲 水能变成油的故事呢 陆司长 这个是美国 公司的基础包资料 他们的设计思路 就是在以系列解设备的基础上 进行的核心 我相信 只要我们能接触到核心设备 就一定能研发出 国厂法的新型设备 你说的这个新专利 是什么时候投入量产的 新专利 要在生产过程中 至少三年的时间 改良完善才能够成熟 况且拿到国内的环境里 能否量产都是个问题 这是客观规律 不是你随便拿一个外国资料 就可以改变的 我全面对比了 一批比公司的技术包 和东海项目的整体规划 适配度非常高 也就是说 东海在国家 投入对等资金的前提下 为将来升级换代打下基础 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投资 对 这样吧 你把这个公司的资料包 还有你方案里 关于预留设备升级的想法 都拿给槟城 让他们借鉴一下 优化一下他们的方案 为将来产品升级换代 打下好的基础 全国一盘起 集中力量办大事嘛 我并不是有意要为难你 做的项目在我们这儿 没有亲属远近 我们只看重体量和技术 槟城是老企业 原有的配套设备 很难进行全面优化 将来的发展肯定赶不上东海 在系统里 没几个人会这么硬顶我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不是有意想冒犯你 我只是想跟你陈述东海的优势 这样吧 你把组织关系跟老李说一下 调到槟城去 你的技术优势在那儿 一样也可以发挥 陆思长 东海作为新型企业的优势 在未来一段时间 一定能发挥超出我们想象的能力 不说别的 单就深水码头这一点 就能让东海 超过国内其他的老企业 这么看不上老企业 你不也是荆州出来的吗 正因为我出生在老牌企业 才最知道其中的艰难 目前国家投资建厂 我们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 组建新型企业 技术出身的干部 这么想也不为过 陆思长 我可以把美国公司的技术包 和我所有的艺稿 以及设计思路 都交给槟城 我顾虑的仅仅是 槟城能否适用这个思路而已 其中并不涉及我个人的未来 我看你是个难得的人才 加上老李和老水的面子 才给你这个机会 到东海没几天 还处出感情来了 算了吧 我从来不勉强别人 吉他 不见得了 不见人 所以呢 我故国家 别说 vo town 见到李寺长了 见到陆小弟了 他坚持要批冰城 小松了 你尽力了 你尽力了 老徐吗 我是宋一辉 您那边现在是晚上吧 要是时间方便的话 我想向您请教几件事 马主任 部理通知 请你们下午腾出这间办公室 等一下 我们还有几个人出去吧 你看东西还在这儿呢 部理能不能再还几天啊 下午下班前 把这间办公室腾出来 钥匙交到一楼的传达室 腾退办公室需要书面通知 请你出示一下 算了 算了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 还需要这间办公室 马主任 我通知可送到了 有什么不理解 你们可以到部理 找陆市长去问 不管是谁 腾退办公室 都需要书面通知 部理已经决定了 不批你们的项目 我是东海的副主任 在没有接到上级正式通知以前 东海项目组就依然存在 宋主任说得对 东海在没有接到正式解散通知之前 我们就还要在这儿办公 我说你们俩干什么这是 得罪陆市长有什么好处 得罪陆市长 她小拉唯一的权利 就是审批孝 东海现在已经被她否了 还能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再否一回 行行行 你俩有血腥啊 血腥有什么用 能提过今天 过两天走完程序 咱们照着你乖乖地滚蛋 来 妈妈 东海未必就完 你说什么 根据同志的精神 凡属于填补国内空白的 重点化工项目 都在可报庇的行列里 苏总 那咱们这个项目 能够填补国内空白吗 现在还不能 但是我有把握 给我几天时间 对方案进行调整 那怎么不早说呀 那陆市长已经得罪了 现在你再调整方案 拿上去 谁给你报庇啊 现在这个局面 部里只能上报一个项目 咱们必须绕开部里 去经委 科委 这些综合性部委 进行单独报庇 那么陆市长 就管不到我们了 我已经这样决定了 如果你们不支持 也可以继续去办理调动手续 不是 不是 走走走 你绕开部里去外面报庇 你这是要跟全系统对着干啊 就算你报庇成了 在咱们的体系里也没法立足 所以我说了 你们可以去办理调动 我不强求大伙跟我一起冒险 你这 这哪是冒险 这 你这就是汤雷 你 小松 这事啊 算我一个 老马 你可想清楚了 万一事情失败 后果很严重 我一个快退休的人了 大不了 提前两天回家 你能够丢下远大前程 为东海拼命 我怕什么呀 好 咱们一起干 好 干 干我干什么 谁还没点血性啊 还没啊 我去哪里 不要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把咱们全员都叫在开会 那部里头不会是有什么喜讯要 跟咱们公布吧 等下就知道了 你这人就不厚的了 看你这表情肯定是知道 你不跟我们说 不是 怎么了 你闺女是不是 不想嫁我儿子了以后 小韩 你这傻话嘛 你小宋的千金三岁不到 你儿子都上初中了 不是 这玩笑开不得 小宋你要嫁也得嫁我儿子呢 是是是 我跟你说 他儿子我欠我不行不行 配不上咱下闺女 关键我儿子是早上了一年学 所以晚上上了初中 你说合适 合适 您肯定合适 老韩 注意场合 不要乱开玩笑 好 马主任 不是让咱们九点来开会吗 您瞧 这都快十点了 这领导一个没来了 通知是九点 也许领导还有别的事 要不我妈主任你去问问吧 什么情况啊这是 该不会咱们项目又有什么事吧 可千万别有什么变化了 我的心脏真受不了了 要不说都别操心 也别担心 能把我和老高 这已经调走的都给弄回来 这项目肯定是批了嘛 这次啊亏了马主任还有扫颂 力挽狂澜救了咱们东海 今天晚上啊 我请大家喝酒 一个都不真少 老高 功劳啊是人家小颂的 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功劳是咱们整个项目组的 小颂 我就佩服你这点 打新衔力佩服 鞠躬不傲 我要是早知道 你们能挽救东海项目 老高 咱还想折腾啥吗 就是 你说这调到哪儿 咱们东海这工作氛围 没事没事啊 后悔来得及啊 还来得及 邹所长 邹所长 东海项目组的人都到期了 好 坐 都坐 坐这儿 好 今天找你们几位过来 开个会 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 东海 已经被列为 国家重点的化工项目 今天 算师正式启动 好 东海项目既然已经批准了 咱们就要加紧建设 李四去开会了 委托我来宣布一下 部里的任命 马宝平同志 任东海化工厂厂长 兼党委书记 韩泽刚同志 任东海化工厂副厂长 负责技术设备 高湘荣同志 任东海化工厂副厂长 负责组织人士 刘玉海同志 任东海化工厂副厂长 负责财务 宋运辉同志 任东海化工厂副厂长 负责技术 感谢商机领导 对我们的认可 我们一定把东海建设成 一流企业 项目批了 东海半岛的 打撞施工先头部队 也得动起来 所以部里决定 这件事情 就交给宋运辉同志负责 其他的同志 暂时留在北京 和设计单位对接 跟部里专家 协同设计方案 先把春节过了 等过完年 就正式开始工作 陆司长 陆司长 我呢有一个不成型的想法 想跟二位领导汇报一下 有什么话直说 这个东海的设计方案啊 是由宋运辉同志一手抓起来的 这接下来跟设计单位对接的工作呢 说起来简单 其实千头万绪的 我是怕在对接的过程当中 出现什么问题 那就辜负了二位领导 对我们东海的一片苦心 简单点 你有什么建议 就是半岛开荒的事我去也行 让宋运辉同志留在北京 因为这儿还是有很多的工作离不开的 不知道二位领导同不同意 坐 老韩同志 这一份愿意去一线苦干实干的精神 是好的 但是你们几个人的工作范畴 不厉头 也是经过了多方考量之后才决定的 就按照路斯刚才宣布的任命干吧 我服送组织安排 好 下午你就去订票 早一天到东海 就早一天开工 这样吧 你现在就去收拾行李办手续 接下来的会议 是关于外商洽谈设备进口的 你就不用参加了 陆司长 小宋同志的英语很好 和外商谈判的时候 如果他要是能参加的话 部里有专职的英文翻译 你去吧 选定常职与码头 土地三通一平的工作也很复杂 我一个人恐怕难以胜任 那你需要谁帮忙 我这里有一份名单 这些 都是当初参与新建 荆州新车间的果干 我希望部里领导能把这些人 调来东海 小宋这里要求不够分 名单我来批 谢谢司长 老马老韩 看看人家动用背图 名单早就被赶好了 这才有个打硬仗的样子 你们几个 都落后了啊 这才有个打硬仗的样子 这才有个打硬仗的 那你来吧 你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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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看这个 你看不看画 小汇 小汇 开眼 你走回来了 怎么了这是 那你等太久了 没有 我出门出晚了 还差点坐错车了 不是的 你这不没来晚吗 那我都会担心心了 我都特别害怕 万一你下了车 我还没到怎么办啊 那我就等你呗 又不着急的 不行 我得让你一下车 第一眼就能看见我 你这身衣服啊 不管是谁 都能第一眼看到你 不这又不好看吗 我这个外套 是我嫂子专门 从上海带回来的 我出门挑了半天呢 好看 你穿什么都好看 走吧 回家吧 走吧 累吗 路上 还好 北京挺冷的吧 我买的那个面包服 你穿了吗 穿了 北京吃得比金正好吧 食堂的饭都差不多 没什么特别的 你在出这带 我跟小姨去吧 听到北京小厨特别好吃 等着不忙了 专程去的 一会儿回家 给你一个小惊喜 什么惊喜啊 你猜 我不告诉你 来 给我吧 你去看那儿 你看 你支的两件啊 对啊 他们说这个叫情侣款 那你这个怎么支的那么合身呢 你那怎么了 您看我这袖子 不应该呀 我支的时候我凉过的呀 怎么会长这么多呢 没事 洗凉水就好了 这还没事呢 你知道吗 我都想好了 咱俩去东海的时候一起穿啊 咱俩去东海的时候一起穿啊 你这个呀 就要带着发着眼光帮我织毛衣 你这个呀就要带着发着眼光 你想啊 洗凉水就缩了 不就正好合身了吗 对不对 刀子我这么没用 年貌衣服之后 很有用啊 你想啊 这是你第一件作品 已经很棒了 以后等小艾尹上了小学 你的经验更丰富了 再制出来的产品 是不是就合格了呢 那你说我笨吗 不笨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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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帮忙 爸 三哥 爸 你这边买的什么 给我买的还给小慧买的 哎呀 多大的人了 还给你女儿争 真是 还笑得出来 这是爸一辈子的家当 什么意思啊 老敏 逼着爸退休了 这是爸办公室的东西 用自行车驮回来 爸 你退休了 你什么时候退休休 我怎么不知道 爸 咱先回家吧 走走 回家再说 你不知道哪儿啊 来 来 来 放这儿 放这儿 老飞 小慧呢 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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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爸 来 快 让爸爸 爸爸 怎么会 怎么会 乖乖啊 这家 听不听话 我妈妈可乖了 跟她妈妈小时候一样 对 真是戏浓于水啊 爸爸一回来 一眼就认出来了 对 这小众才去北京 几个月啊 亲爹都不认识 那成什么了 说什么呢 你五岁那时候 你爸爸出差一个月 回来你就哭了 我爸还是长得多吓人啊 行了 行了 陪你妈到厨房做菜去 你开眼怎么不去 你妹妹刚团聚 你跟当哥哥的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你什么都不会啊 洗菜宅菜会吧 长这么大什么都不会 都你妈惯 什么东西 你怎么这么不下去了 来呀 小辉 来 陪我坐 陪我说说话 好 来 来 一块儿来 爸爸 爸爸妈妈 来 我爸爸妈妈 来 进来坐 想不想爸爸 闺女还是跟爸爸亲 对呀 闺女还是跟爸爸亲 爸 这次退休 是厂里订的 怎么之前也没听您提起过 挺好的 也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 想想天伦之乐 挺好 对呀 我早就想让你退休了 你说你在家里面 带带小隐陪陪我妈 你多开心啊 谢谢 爸 这次退休 不是您主动提出的申请吧 主动不主动 有区别吗 结果都一样 怎么可能一样 不是啊 你是金正的厂长 这才一退休 人没走呢 茶凉了 敏忠升就是欺负老实人 敏忠升怎么欺负爸爸了 你刚才没看见啊 今天爸退休 厂里连天车都没派 这么多东西 我用自行车驮回来的 这不是欺负吗 老水退休的时候 厂里还弄一欢送仪式呢 到我爸这儿 什么都没有 千里啊 你说话这么大声音干什么 把孟宝吓着了 孟宝 对不起啊 以后大舅说话小声点啊 去厨房给我看锅去 走了 孟宝 外婆带你吃苹果啊 走 走 老敏这事做得太过分了 按照荆州的传统 不应该这么对待老领导的 没什么 其实我一点都不在乎 那敏忠升真是的 他也有退休的一天 他就不想想到时候 别人也这样退他吗 咱们今天不说这些扫兴的事 那你最起码有个欢送仪式吧 你想想水伯伯退休的时候 那是不是还有仪式呢 那这叫什么事啊 我和你水伯伯不一样 他只是小慧的师父 敏忠升真是针对我 之前电话联系 他态度还挺好的呀 小慧啊 这段时间你在部里 是不是跟老李有什么矛盾啊 按理说你们东海项目批了 那你的地位 也是兄弟单位的领导 敏忠升不该做得这么绝啊 和老李都没什么关系 估计还是老李背后的那个小拉 你们东海这个项目的暴批 走得不是小拉的路子 是通过其他关键部门 把项目批下来的 那就慢过来吧 那就慢过来吧 慢过来吧 吃饭了 哎 哎 爸 我考虑了一下 我觉得 我还是得去找民众生一趟 跟他好好谈谈这事 不能因为我的原因 让您受牵连 这件事真是让你为难了 不过你真要去的话 就别提我的事 就提一个要求 给你大哥还能好点的部门 这 晓辉啊 我们知道你原则性强 不愿意求人办事 可是这件事情 真的太重要了 你爸爸退休也就退了 条件差一点 我们就不挑剔了 可是你大哥 还要在荆州待一辈子 要是民众生真的记了仇 你大哥的前途就完了 我这就去找民众生去谈谈 我这就去找民众生去谈谈 你说呀 她当你不在 你让我说 你能不能瞧瞧瞧 你不想丢人哪 都说不出来了 你还不能让我说呀 你不得 你这个人是个人 你接着人 你别喊了 你让我出去 你出去 你滚出去 干什么你 小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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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儿走走 这长女婿不好当啊 是啊 今天刚到 下午到的 你们家小诚没闹你吧 没有啊 他为什么要闹 你申请调到东海的名单 一到荆州 这厂里就炸锅了 这小诚一看 第一批名单上没有他 当场气得就哭了 说等你回来 要找你闹的 所以我说 这长女婿不好当啊 这心里边 老米 今天的事情 这些 我不会往外说的 谢谢啊 什么事 说吧 按荆州的传统 你不应该那么对待程厂长 是这事啊 小松 咱们是有个矛盾 但是你觉得我因为这个 就怠慢老程 那就太小看我了 那为什么程厂长推销 没有欢送慧 连车也立刻收了回去啊 我要是说 我替他安排了欢送慧 是他自己坚持推辞的 你信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程厂长在演苦肉计 那他演给谁看呢 你啊 你这个女婿越混越好 离开了荆州 就是摆脱了他的掌控 想要让你继续为程家出力 过去的方式不行了 老程非常了解你的为人 他想让你觉得 你亏欠他们程家的 这样你以后什么事 都会替他们做了 老鸣 就像我不愿意打听你们家事一样 程家的事也不需要你来分析 好 我不说了 老程以后的待遇呢 我就按照正常的 厂领导退休的标准处理 这样行吧 这算你的份内事 我就不谢你了 那你的意思 还有别的事 程千里想要调出那肖科 你这个大舅子啊 本事不大 脾气不小 这几年 可以说是把荆州好的部门 轮了一圈 把能得罪的人哪 都得罪光了 现在他老爹退了 你说哪个部门能要的 妈咪 这次 这次我从荆州调走了不少人 名单 我想你一定都看过了吧 小宋 你调人的事我可是全力支持啊 我调走的都是当初新车间 我一手提拔起来的骨干 他们去了东海 就能把荆州的优良传统带过去 这也就是你说的开枝散叶 我们做出了成绩 荆州在系统内也有光彩不是吗 我说我 挖我的人 还让我记人情 小宋 你变了 这样吧 你也从新车间调走了不少人 正好也缺人 就让你大舅子 去新车间做专职副书记 再加上 那边是你打写的天下 程家也会时刻 记着你的人情 这个主意啊 也只有长女婿想得出来 对